今天我们在谈一个话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 自己身边的男人不够好 我们到底在找什么样的男人呢 有些女人说 我怎么能知道 这男人花心不花心呢 他问这问题他就不聪明 因为世界上所有男人都花心 我真的不管有些人没钱 都是花心的 因为这异性 这男人就像你说的男人荷尔蒙 他见到女的他确实 我问问观众 他们觉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男人都花心吗 什么样的男人花心 都花心 你们怕不怕找到花心的男人 你看都花心 再让我再问一问你 那女人花心吗 那能通过什么样的观察 能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比较花心 什么样的比较不花心吗 你本身把这个注意力放在 这个男人花心吗 这个女人花心吗 这个你要经常想这个问题 你一定会找一个花心男人 或者花心男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尽量想避免这个吗 因为你成天想这事 你总能找到相应的一个点 来证实你的想法 其实也有叫一件现实 就是到底是女人花心 和男人花心的问题 这有科学的那种社会调查的样本吗 其实女人比男人花心的还多 真的啊 男人都有那种 身边复仇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我怎么觉得我身边女人一般都比较 藏的比较好 所以这花其实说明它 对于整个外界的事物人 还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把握一段婚姻 不是把这个 把这个你到底有没有花心 我到底有没有花心 这不应该是我观众的东西 对